行駛在往來恆春半島的台一線平鵝公路上 你可能會對山海交鋪的地形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公路就穿梭在中央山脈依舊高雄的尾棱 以及不斷捲起浪花拍打岸邊的台灣海峽之間 不過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這條路的左右寬同時也是一個鄉鎮的寬度 有這這麼奇特邊界的鄉鎮正是屏東線的仿山鄉 仿山鄉南北長30公里 東線鄉的寬度在最窄的地方只有100公尺寬而已 即便是在最寬的地方也只有3.5公里 總體平均落在500公尺到1000公尺 除了這個現象之外 仿山鄉的東側更是幾乎全部都跟獅子鄉並臨 而且獅子鄉的左右寬竟然還接近20公里 完全就是一個大胖子站在古獸如柴的人旁邊的劇烈差距 除了一條路寬的仿山鄉之外 還有一個鄉鎮竟然只有一條溪流寬而已 那就是台東縣的岩坪鄉 形狀像是雅林一樣 兩端突出的部分分別在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上 中間只用鹿野溪來做連結 最窄的地方只有50公尺左右 甚至比仿山鄉還要來的窄 而會有這種奇怪的鄉鎮劃分 必須要從元旱分治開始說起 所謂的元旱分治指的是將原住民及漢人的聚居地 劃入不同的行政區裡面 以不一樣的行政制度進行管理 這套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化社的土牛紅線 區隔漢人及深藩 同時象徵著清帝國的統治邊界 到了日本統治台灣時 該以艾永縣的形式 承襲著相似的概念 也因此這條界線會隨著官方實質控制範圍的擴張 而有所變動 但是不變的是 在這條線以內的居民是以漢人 或者是漢化程度較高的熟藩為主 而線外的區域則是散布著難以叫化的升藩 在1920年 隨著日本對於台灣全島的統治狀態逐漸穩定 地方行政區化被改為五周二廳 除了過去影片提到的周廳 駿是接莊三級之外 另外把原先深藩的居住地化為藩地 只屬於駿來管轄 並且在藩地及一般的接莊 推行不同的管理機制 甚至是適用不同的法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中華民國接收台灣時 曾經考慮過廢除元旱分治的政策 讓所謂的升藩可以跟其他人民使用同樣的法律制度 甚至是調整行政區的範圍 但是因為戰後的社會情勢動盪 最後日本時代藩地的邊界仍然被保留了下來 並且拆分成30個山地鄉 還為了要讓原住民的居住地 可以有效的落在山地鄉的範圍內 調整部分鄉鎮的邊界 其中一個比較經典的案例是台東縣的金峰鄉 原先屬於藩地的這塊區域 戰後先是跟隔壁的泰瑪里莊合併為泰瑪里鄉 到了1946年時 在一南一北的拆分成金輪鄉跟泰瑪里鄉 兩個鄉鎮都涵蓋了日本時代的藩地 及非藩地的區域 不過後來隨著山地鄉政策的確立 原本東西鄉的邊界又改回了南北鄉 東側靠海的區域仍舊為泰瑪里鄉 還包含了不屬於藩地的金輪 因此西側靠山的藩地區域 只能將鄉民從金輪改為金山 最後在1958年 才因為跟台北縣金山鄉壯民 改成今天使用的金峰鄉 而在這段時間裡面 政府陸續以改善原住民生活的名義 把金峰鄉好幾個未儲生山 交通不便的部落遷居到平地 不過搬遷的地點卻是落在 泰瑪里鄉的境內 又為了讓這些部落給原鄉來做管理 因此出現的泰瑪里鄉裡面 有金峰鄉轄區的現象 至於前面提到的啞鈴形狀的岩瓶鄉 其實也是在相似脈絡下出現的 現在的岩瓶鄉以布農族作為主要族群 早年布農族生活範圍遍布在中央山脈兩側 但是在1941年布農族原住民因為不滿日本的管理政策 爆發內本陸事件 事件過後 總督府為了防範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利用遷居的方式斷絕布農族原住民的地緣連結 一部分的深山部落就這樣被強迫移到了海岸山脈上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 最開始也是把這些區域全部劃入陸野鄉 後來配合山地鄉的制度 才將縱谷兩側的布農族居住地合併為新成立的岩瓶鄉 但是又因為縱谷原本就是漢人居多的非凡地區域 只好在陸野鄉跟貝南鄉之間的狹窄區域 作為岩瓶鄉兩側的連結帶 受到原漢分治政策的影響 而出現奇怪形狀的還有宜蘭縣的蘇澳鎮跟南澳鄉 從蘇澳市區南側開始 就是中央山脈緊貼著海岸線的蘇花公路路段 如果依照地理環境來劃分行政區的話 那蘇澳鎮的範圍應該也會指於蘇澳市區南側 但是實際上蘇澳鎮卻一路往南延伸到了南澳市區 這樣的現象是因為蘇花公路沿線有著幾處河谷沖沖平原 而漢人在清末及日本時代陸續一路進行開墾 使得這些漢人活動的區域後來並沒有劃入翻地裡面 這條翻地的界線在東澳及南澳市區就直接沿著蘇花公路畫設 形成同一個市區在公路兩側被劃為不同鄉鎮的現象 更有趣的地方是行經這邊的鐵路 車站直接以聚落作為名稱 但是南澳車站位在蘇花公路的東側 因此門牌掛的是蘇澳鎮而不是南澳鄉 而東澳車站位在蘇花公路的西側 也無法使用蘇澳鎮東澳里的門牌 而是落在南澳鄉東月村的範圍內 同樣以道路作為分界 直接把市區兩側切為不同鄉鎮的 還有台東縣的海端市區 海端鄉內以布農族作為主要族群 全鄉幾乎都位處中央山脈 而鄉公鎖所在的海端市區 則是在中央山脈山角的縱谷邊緣地帶 市區內有台20線南橫公路貫穿 早年的番地邊界就直接沿著這條公路畫色 使得今天海端市區的東側歸屬關山鎮 而西側才是鎮港的海端鄉 這樣的鄉鎮邊界同時讓位在海端市區旁 卻落在公路東側的海端車站 出現不在海端鄉的現象 至於影片最開頭提到的仿山鄉就更精彩了 由於清末在恆春半島正式設立恆春縣 為了讓恆春可以跟台灣島的其他行政區 以陸陸連結 必須在今天訪聊到車城這個路段 盡可能地排除升番的勢力 讓官兵可以安全地通過中央山脈 及台灣海峽之間的這個狹長地帶 這也就是之前影片講過的縱貫公路最後一段延伸路段 由於原住民的勢力已經被驅離海岸線 日本時代的番地邊界當然也就直接滑射在山角 使得戰後山地鄉的制度出現後 沿海不屬於番地的狹長地帶 變成一個獨立的鄉鎮 也就是今天的仿山鄉 更有趣的地方是1991年南回鐵路通車之後 為了要沿仿山市區旁的仿山溪橫越中央山脈 因此雖然仿山車站就在仿山市區不遠處 但是因為鐵路已經開始爬坡 所以半山腰上的仿山車站 落到了隔壁獅子鄉的境內 反而是以獅子鄉內施村作為名稱由來的內施車站 因為鐵路還在平地 所以用著綁山鄉的門牌 雖然到了現在 原住民跟漢人之間的隔壁 已經不再像早年來的那麼巨大 但是原漢分治的政策 還是影響到近年的行政區劃分 在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裡 中南部山區受災嚴重 甚至是遭到滅村 一部分位處山中的原住民部落在風災之後 被評估居住地有安全上的風險 經過安排之後集體遷居到平地 或者是山腳 其中一個例子是位在屏東縣新皮鄉的南岸農場 這塊地原本是屬於台塘所有 後來在這個區域規劃永久住宅 提供來意鄉的原住民遷入 即便這些居民是來自於不同的部落 但是在行政官吏上 仍然把山地鄉的制度一起套用到了平地聚落 並且把這個區域從新皮鄉改化為來意鄉 使得今天的來意鄉還有一塊完全獨立不相連的行政區 類似的案例 還有今天的屏東縣萬亂鄉內有一塊太武鄉的轄區 而長治鄉內更是同時出現山地門鄉跟霧台鄉 這兩個不同的鄉鎮 而同屬山地鄉的馬家鄉境內 則有一個仍然屬於霧台鄉的好茶部落 早年的元旱分治除了是代表帝國的統治界線外 或許還隱含了要區別文明跟野蠻的意圖在裡面 這個脈絡延續下來到了現代 反而被賦予保存原住民文化的任務 你覺得那些已經沒有跟原本行政區相連的部落 未來有沒有可能被調整並入周邊的鄉鎮呢 歡迎分享在留言區 也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 居然有一條馬路寬 以及一條溪流寬的鄉鎮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